OK 所以大家晚安 那今天我们的讨论会主要是要介绍 我们明年上半年的课程 那大家都知道 Shanca我们在明年推出两个新的方向 一个是所谓的阿玉废陀的母婴陪伴员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我们会在瑜伽这一块再做更进阶 再推出更进阶的一个训练 那主要是在下半年 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 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整个讨论之前 在这讨论过程中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举手 或者是把你的问题写在对话框当中 OK 那我们会再介绍到一个段落 或者是适合的段落 我们会来进行做讨论跟解答 好 那在我们开始之前 在我开始介绍我们明年的课程之前 我想要先邀请我们的一个特座的学员 他之前也有来参加过我的联播 然后我先看一下他在不在 Rafa请问一下你在吗 你方便吗 准备好了吗 可以的话 麻烦你把你的麦克风跟你的镜头打开 那为什么会叫他Rafa老师 是因为其实Rafa他在 他在所谓身心灵的业界 我不能说他是很资深的人 毕竟教学的话 教学跟提供服务是这一辆 这几年才开始 可是他在个人 他个人在于身心灵的领域 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耕耘跟琢磨 那我们曾经说过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一个好的身心灵的工作者 跟一个我不能说好的 就是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OK 我个人比较喜欢跟偏好的身心灵的工作者 是他自己本身已经在他自己的这条路上面 有过探索 然后进而去找到一个最适合他的方向 或是他觉得最有共鸣的工具跟方向 进而来提供相关的服务 或者是教学 而不是说今天市场好像这个很好卖 然后他就去我就去听一下课 然后今天就回来 我可能昨天听完课 然后我今天就开始回来上课 我个人觉得一个有良心 跟一个优质的身心灵工作者 应该不是那样子 那Rafa是我以前专科的同学 那后来我们也是在毕业很多年之后 才发现 原来彼此都在身心灵的路上 那大家知道我走的是阿玉肺陀 跟瑜伽所谓东方传统 那Rafa他走的是催眠 还有头见骨疗法 那还有灵气的疗法 甚至有专研一些些的中医的针灸 那是比我来说更整合型的 因为我整合的主要是印度的东方传统 加上西医的现在的西方传统 还有心理学传统 所以就像我之前说过 在不同条路上 你可以走到同样的地方 那因为你在不同条路上 你的砖场不一样 你的工具箱里面的工具不一样 所以你会专研的方向会不一样 可是你会找到一样的东西 只是被叫不一样的名字而已 那很有荣幸的是 之前因为跟Rafa相遇了 重遇了重逢了之后 他有提到说 就是我们有聊到阿玉肺陀的东西 那他觉得很有感 所以他后来他在今年 他有过来上我们的那个 阿玉肺陀的先修班 还有阿玉肺陀的实疗班 还有体疗班 那我们年底 今年2023年的年底 也会在台北相遇 然后他会继续把阿玉肺陀的 SPA 体疗疗程做完 那我想请Rafa 你能不能够就你的背景 跟专业背景 还有因为你目前还有 还是有在提供投键股 跟那个姿势调整 不能说姿势调整 知识会导演的课 类似的服务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你觉得阿玉肺陀 对你有哪些帮助吗 或者是你来上完课之后的帮助 我先大概讲一下 我的背景好了 我就是学习关于那个 古典舞蹈的技术 大概十来年左右 那因为在教室的时候 发现很多老人家 他们要换膝关节的老人家 因为学了我们的东西以后呢 他的半月板自己长回去了 就很夸张 因为医生都已经刚刚讲 你这是要换人工关节 但是他只是来我们这边 学了技术以后 好奇怪 我再去回去看什么 奇美医院 然后去照X光 然后那医生就吓到说 你的半月板 你的膝盖怎么漂亮的 跟用尺量的一样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 自己也是被吓到 因为我原本也是想要去学技术而已 可是没想到 色套技术用在我们的 照顾自己的这个层面上面 效果这么的好 那我那时候也体会到 一件事情很重要是当我们人出现病痛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不是去治疗他 而是要先让他停损 因为这件东西 这个病痛会造成是 都是我们自己 有某一个部分 失衡 某一个部分的环节出了毛病 所以才会造成这个病痛 所以如果我们不先去正视这件事情 把理由找原因找出来 然后就是一味的一直想要先投药啊 要手术啊什么的 其实都是 事倍功半 那我那时候就发现 原来我们的身体的治愈 其实这么的 这么的完整 这么的好 所以就开始 渐渐的就 愿意把这个小学的部分 然后挪到这部分来 那刚刚其实竹赖老师讲了一个很好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关于一个市场性的问题 我常常在跟大家讲 就是说你会发现 就是我们 我其实跟竹赖老师常常在讲说 最近又出现了什么东西 比如说 之前我们讲的什么冰冷呼吸法 然后又蔓延来台湾之类的 然后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些其实潜在的 我们不要讲问题啦 就是有的人适合 有的人不适合 我们这样讲啦 那他就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些 就是适合的族群问题 那我们就会觉得是说 这都是因为市场的炒作问题 他新鲜感没了 然后呢就又再找新的东西来炒作 可是我们我自己的观念会是 其实内功最重要 因为其实所谓的疗法 他都是工具 所有的疗法 他都是工具 只要他是工具呢 他就没有完美的 就是他一定有适合 就像头剑鼓也一样 他做得再怎么厉害 也不会听也挣地 可以飞天钻地 可是呢 只要你没有办法摸到他的身体的话 那他也是徒劳无功 这个人没有出现在你面前 你还是帮不了他的 所以我会觉得是内功最重要 所以为什么像竹莱老师 他的瑜伽的那些部分 我个人非常非常的赞叹不已啊 是因为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瑜伽 你要讲到瑜伽 你一定要讲到宇宙 还有你个人跟宇宙的连结 跟你们之间的关系 但现在的瑜伽 就是好像都没有注重在这个 就是一直不断地在做各种礼堂化的招式 这样子 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对 因为绝莱老师是一开始先从瑜伽入门嘛 那我就觉得他在瑜伽上上面的这些学习历程 还有转变 我个人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也很 就是非常的认同 那后来他在阿玉废陀上面的那个呈现呢 我也更认同 而且我那时候会很愿意学的是因为 就是我常在讲嘛 我投键谷的个案做得再怎么好 可是他不可能永远24小时都躺在我床上 他势必要走下我床上的一天 可是当他离开这张床的时候 我还能给他什么东西 是能够让他自己去反思自己 自己为自己把关的 那阿玉废陀的食疗 阿玉废陀的养生概念 这就是非常棒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没有所谓的最完美的工具 但是有在每一个情境 他最适合使用的工具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那我应该要来学学阿玉废陀 而且学阿玉废陀有个好处 我那时候也有跟绝大老师讲这个笑话 我说因为我们台湾人 从小就是跟中医的生活是黏在一起的 比方说你会觉得嘴巴破皮 就是觉得你太燥热就要喝青草茶之类的 但是我们都是处在一种一知半解的状态 常常我在讲你光嘴巴破皮 很有可能第一个就是你太燥热 的确是另外一个是什么 胃寒就像我 因为我胃寒 我的肚子是冷的 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说我叫小产妇女 然后就是我肚子是冷的 所以我身上的能量就是它物理作用 热能就一直往肚子跑 那所有的能量都一直往肚子跑 的时候我上面嘴巴这边 自然就没有能量就干戈了 那它当然会裂掉 所以像我这样的状态呢 我要去处理我的嘴巴破皮 不应该是去用冷的东西来做 反而是应该要能够把热的东西放到我的胃部 让我的胃是在一个温暖状态 那它就不会持续把我的上面的这些能量往下拉 所以可是全台湾我们的华人有几个人懂这个道理 那每个人都觉得我已经有这个观念了 所以你就也很难去影响他 但是阿玉废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用阿玉废陀的角度来跟他讲说 你现在有这个状态的话 可能有一些巴塔失衡的情商 他就会说巴塔失衡是什么 因为他就是一张白纸 反而你很好教育他 对 因为你如果跟他讲说 你现在就是因为太寒胃寒 他就开始又要开始乱吃一些什么东西了 可是你用一个 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东西的时候 他反而比较容易听 而且因为他有好奇心 他有新鲜感 所以我觉得当时我会想要学阿玉废陀 是在这个部分 那实际上呢 在整体的层面上面来说 我也觉得阿玉废陀给我的帮助很大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说 原来一直睡觉是会不好的 因为我是不能一直睡觉的 然后我就是一个很爱睡觉的人 大家都知道 我其实是一个每天要睡满八小时 然后如果我没有睡满八小时 那看一下手表 我今天只有睡七个小时五十八分 八小时我要重新睡过的那一种人 对 但是我后来才发现 原来我的身体有很多的凝制 然后有很多的状况出现 都是来自于这种能量 是没有办法被释放 但是一直不断的处在一个睡眠 一个定的状态的时候 那反而会让这个能量更不能被释放掉 所以 我才知道这个原来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开始逼自己 不能睡五觉 然后就中午的时候就是保持清醒 哪怕是听听音乐也好也没关系 可能我们在南部大太阳 没有办法在外面走来走去 但只要能够保持清醒 哇 那个帮助就真的很大 你会开始发现 其实精神开始回来了 不会越睡越累 然后呢 以前常常会有那种 人家讲的什么 疲劳臭 就是你当你很累的时候 你身上会发出一些 不是老人 就是一些很奇怪的味道 但因为我没有睡五觉 那疲劳臭不见了 就真的很诡异 所以我会觉得是说 阿异菲图他是一个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陌生 崭新 同时他又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一个非常好的学习 那我觉得在这方面 上面我得到非常大的资源 而且我非常非常期待 12月的体疗班 对 那对啊 因为我其实当时我会选择要上体疗 我自己也很纳闷 因为我是一个很懒的人 就是你们刚刚听得出来 我就能够坐着绝对不站着 能够躺着绝对不坐着的人 但包含我学习头见鬼 是因为头见鬼不用动 不用算按摩 我应该一直动 但我就是觉得 好像体疗很适合 让我挑战一下 那针对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然后不一样的个案状况 也许透过体疗 能够去改变一些 改变一些他们的思维 改变一些我们的思维 那协助他们重新再面对自己的一些状况 我觉得这些是还蛮不错的 对 就这样子 谢谢你 那你所以 你觉得你学习阿玉废陀之后 其实对你的帮助 就是就你之前的专业来说 它是两者加成 能够让你在服务你的客人 或者是协助你的客人的时候 提供更多的 更多的工具吗 对 我这边补充一下 其实投建谷跟阿玉废陀的概念 切入点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投建谷它是一个完全 基本上是很被动的 就是跟随而已 那但我会觉得 就像我去学 董事针灸的心法这一些东西 我会拿来作为一个参考 比方说今天一个个案 他要来找我做投建谷 然后呢 很明显他如果是以阿玉废陀的状况来讲 他可能是有一些把他失衡的状态 他可能比较干啊 然后他可能就是一直心神不宁啊 那我就会从 比如说在体疗我们上过的课程中 有一些手法是专门针对的 巴塔失衡的人 那你去做会很有效果的 那也许我的守卫 就会先从那边开始做 对 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观察 会不会借由这样的方式 让我的投建谷的品质提高提升 就像我去学懂事针之后针法也一样 我绝对不用针 因为我不是医生 可是呢 老师上课的时候会教我们 一些取位的一些概念嘛 那我可能就会看到他这个人的状况 然后呢 我就从这个取位概念来去放我的守卫 所以也是一样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参考 OK 谢谢Rafa老师的分享 那我也希望Rafa老师 他的个人的经验谈 对于还在不知道说 就是还在犹豫我今天 不管你今天是不是来跟我学习阿玉废陀 因为我知道现在坊间有不少 有不少人提供相关的课程 那如何选择适合你的老师 如何选择适合你的课程 我在别支影片当中有提过 那这支影片主要是很感谢Rafa老师的分享 那这样的话 大家你也会比较有一个底 说OK 我可以怎么样子去规划我的路线 跟我至少知道我学完之后 或是我学到一个阶段之后 我可以怎么样来做运用 请说Rafa老师 我要再补充一句 如果你对阿玉废陀有兴趣 请优先考虑Rafa老师 保证你学不完的东西 这CP值超高 然后你会从一开始学习 哇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开始焦虑说 为什么那么多东西都学不完 要一直复习 可是当你开始进入到一个 可以渐渐的内化 进入到阿玉废陀的逻辑以后 你会非常感谢朱莱老师 我今天会这么讲 他绝对没有贿赂我什么东西 绝对没有 而是因为我实际上是看到 看到的他在这边 你们如果有follow他的粉丝专页 你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他很多东西都是 一定是引进据点 绝对不会他自己想 自己想自己对 所以我会觉得依照经典去做 然后呢当然如果跟经典有落差的时候 他也会去找其他的老师或同业来去做 做询问做讨论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坦白说我不认为有几个老师 不只是阿玉废陀 然后我不觉得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样 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学生身上 这个是我个人这样敬佩的 也是我 我一直在努力学习的方向 对 所以请大家又先 又先考虑一下来上 Julya老师的课程 OK 感谢你Rafa 那我知道你还有一些事情 那今天我们就不再占用你的时间 感谢你 大家拜拜 拜拜 Namaste Namaste OK 好那我这边我想再跟大家讲一下几个点 因为刚刚Rafa老师他的分享 给了我几个 我觉得很有趣 或许大家也想 也有兴趣的观点 或者是想法 首先就是他有提到说 当他在沟通的时候 当他跟民众 或是跟他的客人在沟通的时候 他会发现 如果他用到中医的字眼的话 因为我们毕竟从小是跟着中医的环境长大的 在台湾啦 大部分人对于中医会比较理解 会比较熟悉 那如果你用中医的字眼的话 很快很容易就会让人家 让人们用刻板印象对号入座 那用阿异废陀的字眼 或是用阿异废陀的角度去解释的话 似乎比较不容易 可以免可以排除这样子的问题 那就像我刚刚提过的 同样的东西 他只是被叫了不同的名字 OK 不管今天是中医 是阿异废陀 是顺势疗法 又或者是所谓的 或者是那个 C打药品 又或者是西医 那今天的重点是 你要先知道 你要先有一个根源 OK 你要先有一个脉络 当你秉持着这个脉络 去看其他医别 或者看其他传统东西的时候 你才不会搞混掉 像我年底回台湾 一件很重要性的事情就是 我想要回台湾找一些 我这次回台湾 我想要找一些台湾原生的草药书 还有原住民的关于食材 跟草药的一些看法 因为像之前 我曾经开过一个班 是所谓阿异废陀的香氛疗法班 那香氛疗法班 我们的确会讲到精油 可是这边精油不是拿来内服 或者是按摩 我们纯粹是 就文的这个手法 在阿异废陀的角度 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些精油 然后怎么样 除了精油之外 还有哪一些的 比方说你同样是丁香 你除了用精油之外 你如果是用干燥的丁香 用粉类的丁香 做成了水蒸气之后 又或者是做成了香草棒之后 用整个焚烧的话 那可以怎么样做运用 跟怎么看 那为什么我能够做这样子的分析 主要是因为 我是从阿异废陀的角度去看 那再来就是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大部分的人 今天不管在学什么方法 你一定都会发现 即使是因为我们手边有一两本 我现在手边有一两本 是不按照用中医的角度 看西方的精油的用法 那我会发现就是 其实在这些书的前半段 他都会跟你介绍中医的脉络是什么 然后精油的脉络是什么 又或者是如果大家手边有很多阿异废陀的书籍的话 很多时候即使他今天是工具书 告诉你阿异废陀的Mama能量点 告诉你阿异废陀的按摩 他前面一定会有一个部分介绍阿异废陀的基本脉络 可是很多人都不会去看基本脉络 很多人都会直接跳到后面去看他的工具 去背他的工具 我在春天就是要吃这个食材 然后我在夏天就是要用这些精油等等 你这样子觉得很容易落入一个盲点 就是你到最后工具一堆 可是你无法整合 不会用 那人类都有一种惰性 就是当我工具太多 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 就把它放起来 堆到我的记忆仓库里面去 那试问你花了这么多钱 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学习那个工具 对你有什么帮助 在这边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明年要推的课程 那希望会对大家在规划自己的道路上 会比较有一个 比较有一个脉络 我们说啊 在阿异废陀的世界当中 你有很多条路可以走 可是千万不要因为你所走的路 然后就觉得我只能被困在这边 又或者是觉得 这条路不够用 我一定要学习很多东西 像我常常跟学生们说的就是 今天工具不再多 工具在于你要用的精 就像日本人的匠人精神一样 常常有人说 同样一件事情 你持续做五年就会变成专家 持续做十年就会变成达人 你如果持续做一辈子 你就会变成匠人 OK 追求学问也是一样 很多时候像我前几天 我在我的脸书粉丝专页上 我有写到 很多于家老师们 他们会一看到有一个 比方说心理治疗师们 有一个新的疗法出来 又或者是说 身心治疗师们 有一个新的疗法出来 他们就很开心的投入 那个新大陆 觉得他终于可以 弥补我在于家这块上面 找不到的盲点 可是我必须很抱歉 也很诚实的告诉大家 你目前坊间看得到所有 不管是西方的心理学家 心理治疗师 或者是身心疗法师 不管他的今天身心疗法 是以身体为主 还是是以治疗身体为主 还是以治疗心的尸痕为主 就或者是音乐家 艺术家 他们所提出来的所有疗法 你只要今天去研究瑜伽多一些 你就会发现都写在里面 你只要今天去研究阿玉废陀多一些 研究废陀多一些 他都写在里面 OK 所以我会希望大家 当你要跳入一个新的专业的时候 请你先确保 你已经在你自己目前的专业上面的 那个脉络 你已经很清楚 很稳定了 你真的在这条路上 找不到你觉得适合你用的工具的话 你凭着你原本已经知道的东西 再往上加新的工具 你会比较能够运用 OK 好 那在我们香卡这边所开设的课程来说 它是全部都是中文教学的 OK 在目前来说 全部都是由我本人来教 OK 那我个人在选择学校 还有课程的时候的一些考量点 我在其他影片当中有跟大家提过 主要就是 我希望的是我的学习的东西是引经据点的 因为我知道今天如果我的老师交给我东西 我之后有疑惑的话 我可以回去找那些经典来做专研 因为所有的经典在东方传统来说 在印度的传统来说 它都是用梵文写成的 因为它是用梵文写成的 所以它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会根据那个人 翻译者 他对于文字的熟悉度 还有他个人在这个专业的理解度 而有所差别 OK 如果你学习的印度的哲学的东西 或者是印度的工具 OK 东方传统的东西 是又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 你就要很注意这一点 OK 所以我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 我们的教学基本上都是 东方跟西方的东西一起看 阿玉废陀不是只能看东方的东西 阿玉废陀我们到了医师课程 我们要学的很多都是西医的东西 如何用阿玉废陀的角度来看 目前的现代疾病的失衡 之前我就有一个人 我有个朋友 他在线上曾经问过我 所以你们阿玉废陀 可以诊断新冠肺炎吗 我说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 我们有我们的方法 就像中医也可以诊断新冠肺炎 阿玉废陀当然也有我们的方法 然后他又说 那阿玉废陀对于猴豆有办法吗 我说有 写在经典当中 怎么可能过去有没有猴豆 我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不是按照他的名字来分析 我们有我们分析的方法 可是你要知道脉络 如果你脉络不知道的话 你就很容易掉入很多的陷阱 比方说西医认为的糖尿病 在阿玉废陀我们叫他 他类似阿玉废陀的prameha 那在阿玉废陀我们有20种prameha ok 西医说的发言跟发烧 在阿玉废陀叫做juwara 我们有70几种发言跟发烧 所以我们对的不是名字 我们不是用名字对号入座 我们有其他的方法来做辨别 所以在我们 我所教授的课程当中 我会将我过去从2018 我想想 我的阿玉废陀的学程是从2013年开始 到目前为止 我走过了阿玉废陀治疗时 阿玉废陀资商师 阿玉废陀诊疗时 到阿玉废陀医师的课程 那我是将它全部都整合起来 放入我的教学当中 那这个教学我希望是 属于华人背景的文化背景 跟生活背景的各位 容易理解 容易使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因为试问有几个人 打算要变成阿玉废陀医师 而且很诚实的告诉大家 如果你真的有心 想要成为阿玉废陀医师的话 请跟当地的印度政府 或者是印度驻当地的代表处联络 为什么 因为我会建议你 时间空间允许的状况之下 去印度念 首先比较便宜 再来你可以是当全职的学生 当全职的学生 是一件很轻松又很幸福的事情 OK 在职尽休息是很累 OK 那如果说 你今天学习阿玉废陀 是希望可以对自己更加了解 希望可以对于你身旁的亲友 更有帮助 又或者是你希望可以运用在 你目前的专业上 或者是你想要一步一步一步 累积你的专业技术 跟专业的理解的话 欢迎你来参考我们的课程 OK 所以也因此在我们在 上卡阿玉废陀跟瑜伽学院来说 我们的课程总共分了几个方向 首先我们有所谓的 养生疗愈师的方向 250个小时 这个是根据美国 跟美国一起走的 那还有250个小时的 体疗师的课程 以及180个小时的 母婴陪伴员 你可以叫他都啦 你也可以叫他很多不同的字 你也可以说他是阿玉废陀的 越少 可是我们会教给你的东西 是比越少更资深 比都啦更资深的东西 为什么会可以告诉你 他比都啦讲的更细 因为我在怀老大的时候 我上过国外都啦的课程 OK我上过国外的 Earth Birth Educator 所谓的生产的教育员 然后也上过了 Birth Dula跟Postnatal Dula 所谓的生产的陪伴员 还有产后的陪伴员 OK 然后我们还包含了100个小时的 瑜伽睡眠术导影师的课程 那先跟大家预告的是 100个小时的 瑜伽睡眠术导影师课程 还有我们包含在250个小时 疗愈师当中的 阿玉废陀瑜伽课程 这两个课程 OK这两段 阿玉废陀瑜伽班 还有瑜伽睡眠术导影师班 这两个课程 我们是之后会纳入 我们的300个小时的 国际瑜伽教师认证的课程当中 OK就让你知道 那我们现在一块块切进去看 所以你会知道说 在阿玉废陀这片海当中 你可以选择的方向很多 OK 如果你喜欢就是透过资商的方式 或者是透过 透过对谈的方式 去引导他人 或者是去提供一些生活上 跟饮食上的一些建议的话 疗愈师会是对你来说 很好的一个方向 所谓的Wellness Advisor 建议者 建议师 那如果说你是对于 所谓的body work 或者是所谓的体疗 有兴趣的话 那养生体疗师 这个这条路就会比较适合你 那当然这些课程 不是你一定要全部上完 你可以有阶段的一步一步来 那如果说你喜欢 你喜欢照料女性 又或者是你对小孩子的 你对于女性从怀孕 然后到产后 然后到哺乳 这段期间的心理变化 身心的变化 又或者是对于新生儿的身心的变化 跟照顾很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考虑我们的母婴陪伴员的课程 那如果说你是对于 心跟灵的这一块很感兴趣的话 我会建议你参考我们的 瑜伽睡眠术导女士的课程 那明年这些课程都会开课 OK 那我要先告诉大家的就是 如果说是 阿玉废陀的课程的话 今天有惯阿玉废陀title的 阿玉废陀养生疗愈师 阿玉废陀的养生体疗师 阿玉废陀的母婴陪伴员 这一些你都要先上过 阿玉废陀的新修班 所以有点像是你在大学里面修学分 OK 你修完了这个课程 再修完了那个课程 A加B加C 你就可以领到一个证书 或者是B加D 你就可以领到一个证书 那回到培训这一块 一块一块跟大家来介绍 在疗愈师的这一块 你需要上完的那些学分 你需要修完的那些小课程分别是 第一个是先修班 第二个是瑜伽疗法班 你要先上完的 OK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的工具 是要以瑜伽疗法为主 还是以食疗为主 OK 看哪一个你比较有兴趣 比较好先做运用的 你可以先上那个 然后今天不管是 先修班加瑜伽疗法加养生疗愈 又或者是先修加食疗加养生疗愈 最后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取得一个title 就是可能是阿姨费陀的瑜伽 阿姨费陀的瑜伽老师 OK 又或者是阿姨费陀的饮食教练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先修瑜伽 饮食跟养生疗愈 都上完了的话 那你就可以拿到一个title是 养生疗愈师 很多人问我说 那我拿这个title可以干什么 基本上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在找瑜伽老师 或者在找体疗师 又或者在找心理諮商师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看这个人的背景 还是你是听人家说 哦这个人好像很厉害 然后就去了 OK 我不需要告诉大家 大家的是在国外 尤其像我在挪威 大家都不认识我的状况之下 他第一个会看的是 我到底的我的学经历是什么 我是哪一间学校训练出来的 我上过哪一些课程 这些课程 他的内容是什么 他今天这个课程是 他只要去听课 然后就结束了 还是说就可以拿到证书 还是说他是需要考试的 他是需要实习的 他是需要做案例的 他是需要交报告的 那这些东西都会是我在考量 我今天要去找哪一位专业人士 协助我的一个观点 那我觉得当民众 有这样子的一个觉知之后 他会开始影响到 那个地区的身心灵产业的从业人员 会更加专注在他自己的专业背景的培训上 OK 并不是说今天身心灵的产业 就是要很灵性 就是要很宣学 所以一切都要以直觉为主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的是 当你没有知识为基础的时候 就像刚刚Rafa老师所说的 当你没有内功存在的时候 所有的你所谓的直觉 我们都可以去画上一个问号 到底是直觉还是幻想还是忘形 OK 好 因为没有人可以去验证你的直觉 除非你的直觉体现了在他的身上 像我等一下要讲的瑜伽一样 OK 好 那在那个养生疗愈师这边 我们有这四个学分 这四个课程你必须要修完 三个或四个 看你进阶是学哪一个工具 那我们说先修班的话 先大家看一下先修班有什么 先修班的重点是帮大家打基础 就像我跟我的每一个学生都讲过 我说你今天要去一个地方玩 OK 你今天进到迪士尼乐园 你一定会做的是什么 你一定会去哪一份迪士尼乐园的地图 对不对 为什么要拿地图 这样你才知道你要玩什么 还有你要玩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你要玩的那些游乐设施在哪里 阿玉废陀先修班 就像是帮你画地图一样 告诉你知道说 阿玉废陀长得像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基础概念是这样子 那我们有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 我们有食料的工具 有体料的工具 有生活 你的生活体积调整的工具 还有瑜伽的工具 当你知道了这个地图之后 你看清楚 原来我要进入的阿玉废陀游乐园 是长得像这样子了之后 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说 我要往哪一个方向前进 我要如何将它运用在生活当中 你就不会去追求 吱吱节节的东西 吱吱默默的那些工具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运用 也因为你手上有了这份 使用者地图 所以当你熟悉了这份 使用者地图之后 你可以侃侃而谈的 跟大家去介绍 基础的阿玉废陀 是什么东西 以及你会知道 如何运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OK 很多人都说 很有趣的是 July的YouTube的那个频道的内容 都好生活化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阿玉废陀的根本 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希望加阿玉废陀的根本 交给大家 因为你的专业跟工具 在你目前工具箱里面的专业跟工具 绝对跟我的工具箱里面的专业跟工具 不一样 所以你会用你的专业背景的那个专业之眼 OK 来解析跟解剖跟看待 我这边所教的阿玉废陀的东西 因此你能够去截取跟融合 最后内化成你的东西 OK 所以我们在这份地图班上面 OK 先修班这边 会告诉你阿玉废陀的生理 基础的生理学跟心理学 我们怎么去看一个人的身心灵 怎么去看你的灵魂旅程 怎么知道什么叫健康 什么叫不健康 那我们说你要知道你健不健康之前 你要先知道什么 你要知道你今天不健康的话 你一定要先知道正常的状况是什么 当你知道正常的状况是这样子之后 他如果你如果发现在正常的状况 以外的状况的话 你就知道哦 有问题了 比方说西医告诉你 正常的血压是140跟90 那你今天出现了血压 你的那个收缩压超过140 然后你的树张压也超过90 那你就知道 OK 我今天有问题 所以你怎么知道你的血压有问题 怎么知道你的血糖有问题 因为西医已经告诉你正常值是什么 同样的在我们的先修班 我会先告诉你正常的东西是什么 在阿玉废陀我们叫它 那很多人看到先天体质就很high 就情绪高潮 认为说啊 这个就跟中医的体质一样 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我的体质是会变的 那我们阿玉废陀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会在先修班告诉大家 讲完了正常的状况 接着就会告诉你什么叫不正常 就像我刚刚说过的 阿玉废陀的发烧有70几种 阿玉废陀的prameha 类似糖尿病的东西 有20几种 所以一般一位阿玉废陀医师 至少要花四年半到五年 在医学院学习的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在30个小时之内 完全告诉你 也因此这边的后天失痕 是教你怎么样观察 什么东西失痕的 怎么样观察 原来这个东西叫失痕 OK 而不是告诉你说 而不是去详细介绍说 发烧有哪一些 然后皮肤病有哪一些 然后心理失痕有哪一些 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 来不及等的话 请联系你当地的印度代表处 洽询关于去印度学习 就读阿玉废陀医学院的相关事 OK 好 那我们在这30个小时当中 介绍完了正常状况 介绍完了不正常状况之后 接着就是告诉你 在这样子 当你观察到这些不正常状况之后 你可以用哪一些生活当中的要素 比方说你要用饮食来做调整 你要用生活几句来做调整 你可以怎么样做调整 同样的 因为我们只有30个小时 我不可能告诉你所有的工具 可是我会告诉你大方向 当你知道了大方向 你就会去运用它 同样的 就像我刚刚说过的 永远不要去死背你的工具跟技巧 你要理解的是概念跟大方向 大方向抓对了 你要怎么去 那是你的选择 OK 如果你连今天要去哪里都不知道 就算你开着再好的车子 你也不知道你在 你也不知道你在开什么东西 OK 好 那最后的话就是做运用 当你知道了什么是正常的 什么是不正常的 以及如何去分析你的 你想要使用的工具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OK我今天看到了什么东西 是不正常的 那我可以怎么样去平衡它 然后怎么样去选择 最有效的平衡法 不是每一个人发烧 都是喝热水就会好 不是每一个人发烧 都是贴冰枕就会好 OK 你如果做错的话 会更麻烦 我们在阿玉肺图 我们常说 常开玩笑的说一句话 你如果做错了诊断 那比不做诊断还要糟糕 你如果做错了养生法 那你比不做养生法还要麻烦 OK 好 所以明年的课程的话 预计同步的课程的话 预计是1月开课 那你如果是在12月15号报名的话 是有找你有优惠的 这个是先修班的部分 如果你不愿意等的的话 你现在就想上先修班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上自修的课程 那自修的课程的话 没有65天的时间 可以把它全部上完 自修课程里面是我们上一期的 同步班的录影档 还有我们相关的所有的讲义 所以自修课程跟同步课程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今天您只要是参加了 我们的培训课程的人 你都会参加 你都会被邀请参加 我们的脸书的社团 那进入脸书社团之后 你就可以参加我们每个月 至少一次的免费的线上的问答 OK 这个是我针对学员们所提供的一个 不能说优惠 所提供的一个永续式的学习 因为或许你今天并没有想要变成瑜伽老师 你也没有想要变成体疗师 你也不想要当养生教练 你就纯粹是对阿玉废陀有兴趣 可是在你未来的人生当中 你一定会遇到相关问题 那这个时候来参加每个月的线上问答 线上讨论会 就是你提出这些问题 获得一些灵感的一个好机会 OK 所以这个是先修班 当你先修班上完之后 选择工具的时候来了 你要选择瑜伽食疗还是体疗 待会我们会讲体疗 又或者是母婴照料 我们说瑜伽疗法的话 我们要介绍的是 我们要将瑜伽的不同面向交给你 然后在不同面向 理解了不同面向之后 在告诉你你如何去使用 这些面向的不同工具 比方说很多人都认为 瑜伽只是体位姿势 这个是错的 也有很多人认为 冥想练习冥想 比练习瑜伽体位来得更有效 这个观点会画上一个问号 因为到底是哪一个工具比较有效 你要看使用者的状况 还有他当时大环境的状况 所以在瑜伽疗法班当中 我们会教的是 透过阿玉废陀的观点 你如何去分析不同种类的体位 瑜伽体位 如何去分析不同种类的瑜伽呼吸法 如何去分析不同种类的唱颂 手印 还有如何去分析不同的冥想的导引方式 甚至是所谓大休息的导引方式 然后进而你可以透过 目前所在大环境的能量失衡 来做一个平衡 比方说你现在所在的地方 可能刚好风大雨大台风计 那我们知道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 某一个能量会增加 那么你的团体的瑜伽练习 或是你个人的瑜伽练习 就可以做相关的调整 OK 这个不是让你提供一对一的疗法 而是能够让你在提供 在设计你 让瑜伽老师设计你的团体课程 又或者让你个人 在设计你个人的练习的时候 有所帮助 OK 那这一门课的话 你要先上完先修班才可以来上 那这一门课的话 预计是一月初的时候会开课 然后是周末上课 那我们都基本上 我们的课程都会录影 然后都要会拿到录影档 那会在你课程结束之后的四周之内 你可以去重复的观看这个录影档 OK 这个是瑜伽疗法的部分 那食疗的话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食疗 阿玉废陀的食疗就是要吃印度菜 就是要吃素 那我之前在一只阿玉废陀的食疗的影片当中 有跟大家介绍过 不是这一回事 阿玉废陀的食疗主要的重点是 如何让你的身体能够去消化代谢吸收 你吃下去的东西 所以你不是你吃的东西 你是你消化的东西 你是你消化的产物 也因此我们会从阿玉废陀的观点去分析各个不同的食材 然后去分析各地不同的菜系 阿玉废陀怎么看他们 然后进而可以让你去针对不同的状况之下 去设计你的菜单 或者是就一个传统菜单来做相对应的 相呼应的调整 比方说糖醋排骨这道菜 你在春天要怎么吃 夏天要怎么吃 秋天要怎么吃 冬天要怎么吃 才能够让你的身体可以达到完全的消化吸收跟运用它 的一个结果 那当然我们在这边我们会提到一些常见的一些养生类型的食疗 比方说今天新生儿或者是断奶的宝宝 OK要换食要进入到固体食物的宝宝 新生儿你要如何去帮他做饮食上面的调配 又或者是在做月子期间的妈妈 你要做怎样的调配 不会给你菜单的名称跟食谱 相反的我要教你如何去设计你的食谱跟菜单 OK 我说过了 我们学校的课不是给你鱼吃 我要教你怎么钓鱼 因为当你学会怎么钓鱼之后 你的运用可以千奇百样 OK 你甚至可以去看到别人的食谱就知道说 他这个食谱是要干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去根据他的 根据你想要用的方法来用它 所以食疗课主要就是教会你观察外在的大环境 OK 根据你手边有的食材 根据你会的料理方法来做出适合你或者你的家人 当下状况的料理 OK 就像我跟我的学生们常常说的 我有学生他们是家里面完全没有厨房 然后他来上食疗班 我刚才说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就算你不煮菜 你还是要去外面吃饭 你至少上完食疗班 你知道你去外面要吃什么 记不记得我在我的频道当中 有一支影片是教大家出国要带哪些香料 OK 当你来上完阿易飞陀食疗班之后 我相信你会有很深刻的感受 好 那当你上完了食疗跟瑜伽的工具之后 这两门课程中 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养生疗愈的课程 很多人说 那养生疗愈班是上什么 他基本上是针对你真的想要提供相关协助 或者提供相关服务的人所设计的 所以在这一门课程当中 他很短 可是你的作业 做作业的时间很长 这门课程当中你会做的是实习 OK 我们会带着 我会带着你如何去做阿易飞陀的资商 你会看到我如何在做阿易飞陀的资商 你会跟你的同学练习 相互练习做资商的实习 你也会去跟素人 OK 你要跟你身边的人去做资商的案例 当你做完资商案例之后 接着就是我们要开始来讨论 我会就你交过来的报告 跟你讨论 你的这个案例 我们要做哪一些调整 我会这么做是因为 在我的医师课程当中 在我的治疗师课程当中 在我的那个诊疗师课程当中 我的教授们就是跟我 就是如此训练我跟我的学生的 而当我在印度实习 跟那些资商医师 资商的阿易飞陀医师实习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们早上去寻房 OK 下午回来之后 我们会花大概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时间 把今天早上寻过房的 在印度我们叫患者 OK 所有患者的病例拿出来 一一做讨论 医师会问我 我们的资深医师会问我 你今天看到什么东西 你觉得它是什么试衡 你觉得我们要做什么调整 OK 所以 养生疗愈的这个课程 我们在上的是这个东西 你在练习的是这个东西 那当然大家对于阿易飞陀 你如果说你是做一个 Wellness Advisor的话 建议者或者是所谓的部门的话 一个很重要事情就是 你要去跟别人介绍阿易飞陀 否则的话 你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对不对 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人 就像刚刚Rafa老师有提过 很多人对于阿易飞陀来说 都是一张白纸 所以你要如何让这张白纸 在短时间之内了解你在做什么 也因此在这门课程当中 你的一个作业是 你要去开工作 你要去开workshop 关于阿易飞陀的workshop 所以在这门课程当中 我也会教大家如何挑选主题 如何去选择 跟去设计你的workshop的架构 还有就是如何做市场的行销 OK 好 所以这个是一条路 那当然不是每 不是每个人都想走这条路 比方说你本身已经是方疗师 或者你本身可能是中医的推 你可能是推拿师 又或者是你可能是泰式按摩师 然后你对于阿易飞陀感兴趣 或者你想要在你的专业背景当中 你想要在你的工作当中 再多提供一个阿易飞陀的服务的话 体疗的服务的话 你可以考虑体疗师的课程 体疗师的课程 一样你要先上过先修班 OK 基本上 一门课上过的东西 我们在下一门课不会再提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基础了 你要做的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往上走 不是在这个基础上面重复了之后 然后加一点点 这样没有用 OK 好 你上完先修班之后 你接着要上的是体疗的基础理论 或者是理论基础 体疗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要上体疗的理论基础 我发现很多体疗师 他们不喜欢上基础理论的东西 为什么甚至上理论的东西 因为他们觉得 反正体疗就是你人来了 我就是弄这个油给你 然后这样按按那边按一按 然后你就走这样就好 如果说你自认为自己是这样子的体疗师的话 我会建议你我们的课可能不适合你 OK 坊间有很多其他人在开阿玉废陀的体疗课程 然后有很多甚至是几个小时 你也可以去印度上那种一天 然后就让你拿阿玉废陀 18体疗师课程的那种课 如果说你今天只想提供的是 反正你人来我按一按 你就可以走的这样子的服务 那我会希望我们的学生 他会知道 为什么阿玉废陀体疗的来龙去脉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今天即使我不能设计体疗的疗程 因为设计是阿玉废陀 阿玉废陀 诊疗师跟医师的专业 OK 因为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学所谓的失衡 以及失衡平衡的方法 还有草药 可是你至少会有个概念就是 原来这个脉络是这样子走 那我在我的体疗过程当中 我如果发生了 我如果发现到什么现象 我是不是可以跟 我是不是可以回报给阿玉废陀医师 或者阿玉废陀的那个诊疗师 那他们可以做调整 我跟我的体疗班的同学讲过很多次 我说你们是阿玉废陀的 阿玉废陀医师的眼睛 为什么 就像今天西医的医师来说好了 西医的医师有所谓的在诊间的 然后也有在有问诊专业的 然后也有要进手术室的 那他们一定会做 在一个刀 开刀房 一个刀要开之前 他们一定会做的是 整个团队坐下来讨论 今天这个患者的状况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手法 那个手法 然后要用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 然后要去演练跟讨论 可能会发生了一些失衡 一个刀结束之后 他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同样会讨论 这个刀我们有什么 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应该要做一个 下一次可以做一个改善的 还有就是 这个患者他之后在复原期 有可能会遇到哪些现象 我说体疗师是医师的眼睛 是因为你们在体疗室里面 医师一般不会进去 除非是某些医师 一定要在场的疗程 比方说你今天 可能是做一些侵入疗法 OK 这个医师一定要在场 又或者有些疗程 可能客人他的状况 比较不稳定 那我们一定会在场 否则的话 很多时候都是 医师写了诊疗单之后 体疗师照着诊疗单 上面东西去做 可是我说今天 体疗师他在第一次 做疗程的时候 就发现说 这个不太对 那个客人的身上 有这些现象 或者是我们在进行 这些体疗的时候 客人有发生这些现象 他必须要去能够分辨 这个是正常的 还是异常的 他或许不知道 异常是什么原因异常 可是他知道 这个是异常 所以他必须要回报 给阿玉废陀医师 当阿玉废陀医师 收集了这些资讯之后 他才能够去调整 下一次的疗程 OK 如果你今天身为 一个阿玉废陀医师 你完全没有 这些知识的话 今天客人已经在 你的按摩床上面 抽搐了 你还以为 他只是在做 能量的放电 这是正常的 OK 好 所以 在体疗基础当中 基础理论当中 主要是告诉大家 阿玉废陀的 解剖的基础 OK 你的身跟心 OK 我们怎么看 我们会再更深一层来看 还有就是重点是 Panchakama有哪些阶段 在不同阶段 以第一阶段 初阶的体疗师来说 你可以做哪些事情 OK 然后我们会介绍 简单的草药配方 那这一门课的话 你要先上完先修班 那明年的话 我们会是在 三 我们会在四月的时候 开线上课程 OK 那你要先上完了先修班 再来上完体疗基础理论之后 你才可以在台湾跟我碰面 做体疗师实作 大家很幸运 你不用飞来挪威 我会飞去台湾帮大家上 OK 那我们上课的内容的话 主要是教你 一些常见的 阿玉废陀的 油压跟粉压 OK 那油压跟粉压 我叫他SPA体疗师的意思就是 即使今天没有医师 开诊疗单给你 没有医师开疗承单给你 你可以根据外在的大环境 你可以依据你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去选择适合这位客人的 SPA按摩油 或者是SPA配方跟手法 要强调就是SPA体疗不带治疗功用 OK 它纯粹就是帮你做一个放松 或者帮你做一个精神的提振 那这个我们会在台湾上 那目前的话今年年底是12月 这已经额满了 那明年的话是预计在夏天的时候 没记错的话是6月底7月初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你下面这边 一系列的报名的页面 好 那当你上完了 SPA体疗师之后 你可以从此开始就提供阿伊菲图的SPA疗程 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你有兴趣再更进一阶去进行 跟之后想跟阿伊菲图医师做合作 来提供进阶的体疗的话 Panchakama的体疗 不是你设计哦 是医生设计之后把诊疗单给你 然后你那边做实行 记得医师是设计者 体疗师是实行者 OK好 不是说医师不会做 只是体疗师更专业 在实行这一块 好 那我们会教一些更进阶的 我们平常在Panchakama的时候 会运用到的一些手法 体外疗程的手法 我们不会教侵入室的疗程 OK 因为侵入室的疗程 你一定要有阿伊菲图医师在现场 好 那这个也会在明年的话 也是在夏天开课 那要记得 如果你要上这个的话 你要先上完SPA SPA体疗师 你要上完基础理论 你要上完先修班 那你明年的七月中 我们就可以在台北碰面 上完进阶的 来上进阶的实作 进阶实作做完之后 我们要进行 如果你要拿250小时 体疗师的那个证书的话 title的话 你必须要上完一个体疗理论 这边的这个体疗理论 它比较像是一个总和 我们会教你 因为很多人都说 我想提供阿伊菲图的按摩 可是我没有办法取得 阿伊菲图的按摩油 没关系 那我就用麻油 加一些精油下去好了 我就用椰子油 加一些精油下去好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做法 首先阿伊菲图的体疗 不会用到精油 你可以说 你是用阿伊菲图的概念 进行精油按摩 可是请不要叫它 阿伊菲图的按摩 或是阿伊菲图的体疗 你现在在印度的 某一些阿伊菲图的度假村 专门开给外国人 又或者是某一些阿伊菲图的饭店 专门开给外国人 他们有开所谓的精油按摩课程 他也会告诉你 这个不是阿伊菲图的体疗 OK 因为阿伊菲图的体疗传统 我们是不用精油 精油我们是不用在体疗上面 我应该要这么说 OK 好 所以我会教大家做 阿伊菲图的按摩油 有一些阿伊菲图的按摩油 它是传统配方 可是你在台湾就找得到食材 根本不需要药材 食材就可以了 OK 所以会教大家做这些 你的按摩油怎么做 你的草药包可以怎么做 你的粉包可以怎么做 然后你的米奶包可以怎么做 OK 所以还有就是我们会针对 Panchakama的食物做介绍 在实际上你在跟医师配合的时候 你要怎么看医师的诊料单 OK 他写了什么东西你看不懂 然后你要怎么回报给他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做 Mama疗法的基础介绍 Mama点的基础介绍 没有特别要教大家 如何使用Mama疗法的原因 是因为就像今天针灸 不是随便每一个人去 今天你看完一本针灸书之后 你就会提供针灸一样 不是 Mama点跟穴道一样 OK 他有深有浅 他位在你身体的不同部位 今天Mama点 如果你被重击到 有些Mama点是被重击到 你会即刻死掉 OK 又或者是被重击到之后 你可能会痛一辈子 所以今天的Mama疗法 阿玉废图的Mama疗法 绝对不是有痛才有效 OK 很多时候 痛了反而更没有效 甚至会有反效果 所以我们会在这边介绍107个Mama点 OK 常用的Mama点 他们的功用是什么 然后你可以如何做有形的跟无形的运用 那再来另外一个明年开的一条新度式母婴陪伴员 我不特别讲月嫂 或者是 或者是 Dula 是因为 Dula这个字啊 我没有特别用Dula这个字 我知道Dula好像中文翻Dula 我没有特别用这个字 是因为 就像刚刚Rabha老师讲的一样 当你讲到先天体质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认为 对号入座是中医的先天体质 当你讲到元素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是中医的五元素 OK 那我会希望带给大家的是 今天你所做的事情 就像你今天所做的事情 你不是要帮这位妈妈或者这个宝宝 去治疗他们什么东西 不是 而是你是协助他们进行他们要做的事情 也因此你的工作是陪伴他们 陪伴他们就像我们说在印度啊 在印度其实他们有这个传统 跟我们越少的传统很像 就是在印度你可以做的是 当你的 当家里有人怀孕的时候 快要生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聘请一个有经验的 自己本身有生产经验 然后也曾经照料过产妇的一位妇人 到家里面来 那她的工作是帮你照顾宝宝 然后照顾妈妈 那妈妈她会得到充分的休息 跟一个调养跟复原的机会 那母婴陪伴员在我的观念当中 我觉得她不应该只有照料 妈妈生产之后的这段时间 而且台湾有很多月少 他们已经非常的专业 可以做可以提供很详尽的服务了 所以在我们的课程这边 我希望做到的是 如何协助妈妈从怀孕期间就开始做准备 为什么 在阿玉废图我们相信 很多新生儿的西医觉得是遗传性疾病的疾病 在阿玉废图来说都是早 很多是早发性的失衡 早发性的失衡 它有可能是以下几种 第一个是遗传性疾病 OK 第二个是爸爸妈妈在受精当下 精软受精当下 他们精子承载最多的能量 跟卵子承载最多的能量的总和 OK 第三个是妈妈在怀孕期间 因为她的生跟心的状况 因为她的饮食跟她的生活状况 所导致的一些早发性的失衡 所以母婴陪伴员的这项工作 我们将她延伸 提早在妈妈怀孕的时候 就开始陪伴她 所以在这一块主要是根据 国际瑜伽教师联盟 85个小时的孕妇瑜伽教师的 课程架构下面去做调整 所以在这边你会学到重要的东西是 各个不同孕期 我们说孕期有四个孕期 前三个是怀孕的时候 第四个是坐月子的时候 所以在前三个孕期当中 妈妈可以做什么 瑜伽的体位 瑜伽的呼吸法 瑜伽睡眠术 还有那个瑜伽的冥想 有什么是妈妈跟爸爸都可以一起做的 永远不要把爸爸排绝于怀孕这件事情之外 否则的话她只会觉得 生产完之后她接到一个礼物 所以她只会跟礼物玩 她不知道礼物 照顾礼物的 这个照顾小宝宝的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好 所以我们会就瑜伽的观点 根据阿玉废陀的观点 透过瑜伽的工具 透过阿玉废陀饮食 跟生活做起调养的工具 来帮助妈妈 再来就是 除了怀孕之外 一个重要的事情是生产的准备 OK 在我们的观点当中 我们相信妈妈越放松 在生产的时候越放松 生产会越顺利 所以如何透过瑜伽的工具 帮助你 即使不打无痛分娩 我生两胎都没有无痛分娩 我都没有打药 那我在挪威这边教过很多妈妈瑜伽班 OK 然后我到现在还是不断有人来上 一对一的妈妈瑜伽的课程 又或者是一对一的妈妈的 应该怎么讲 在怀孕期间的准备的课程 准备的智商 还有就是月子期间的调养的智商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有在提供 阿异废陀的孕妇的体疗 所以孕妇体疗是另外一个课程 那至少在瑜伽教师的这一块 我会教导大家 哪一些瑜伽体位 可以让你教妈妈做 你甚至可以帮她设计一段简单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生老大跟老二的时候 自己在那个 自己在产房玩得很开心 然后我们的我的那个midwife 台湾应该叫做接生员 看着我就说 你自己弄就行了 要生的时候再来叫 我说好好 门那个林在那边 差不多了我就叫你进来 OK 所以我两胎都生得还蛮顺的 谢天谢地 OK好 然后再来就是 所以我们在这一门课程 会教你的东西 大家可以参考内容 详细内容可以参考我们的网页 那主要是妈妈在家 你教导她 在家她可以做的东西 还有就是当你开设团体课程的时候 你可以教授的东西 从一个瑜伽老师的观点 那这门课的话会安排在明年的下半年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时间 OK好 再来是母婴体疗师 母婴体疗师会放在明年的夏天 就是我明年回台湾的时候 你的SPA体疗师 母婴体疗师 跟进阶体疗师 有兴趣要冲一波的人 你可以三个礼拜当中把这一波冲完 OK 我不鼓励 可是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考虑 OK 那这门课的话 主要是教大家如何去进行 阿玉肺陀的孕妇按摩 宝宝按摩 然后还有月子按摩 OK 然后再来就是教 你怎么讲 你会知道说如何教 除了进行宝宝按摩之外 还有就是教妈妈 怎么在家自己做宝宝按摩 那明年会先开的是 产后条理 主要是从阿玉肺陀的观点 来提供你阿玉肺陀的工具 包含了居家的 居家的瑜伽 OK 居家的瑜伽 居家的按摩 还有就是居家的宝宝按摩 然后居家的饮食 你的食 不能讲食料 饮食上面要怎么样 月子的饮食 那这边月子的饮食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在阿玉肺陀的观点 不是只有顺产的妈妈 才需要做调养 早产的妈妈 小产的妈妈 净胎的妈妈 什么叫净胎的妈妈 净胎跟男产不一样 男产是 虽然过程很困难 甚至会有心理创伤 生理创伤的产生 可是宝宝是活下来的 母子 母婴均安 净胎的妈妈是 我用这个字 那我希望大家 不要被触发 就是所谓的 产下了死胎 OK 产下了死胎 这件事情 它有可能会发生在 很运气的很后面 像我婆婆 她本身 她的第二胎 是在第八个月的时候 发生 她变成了 静胎妈妈这件事 那在阿玉肺陀来说 这些东西 都是需要做 这些妈妈们 都是需要被调养 跟关怀的 那在我们的 母婴陪伴员 的这三门课程 尤其是 孕妇于嘉老师 还有就是 孕妻的瑜伽老师 跟产后调理师 你们很重要 会学到的东西 是心理学 OK 产妇跟孕妇的 还有产妇孕妇 跟哺乳妈妈的 心理学的 照料的这一块 在我目前来看 是比较少被触及的 OK 至少在目前的 月嫂所做的 所提供的服务项目 还有就是在目前 所谓的一般 产后多拉的课程当中 比较少触及这一块 那你如何能够 透过阿玉废图 跟瑜伽的工具 去协助你的客人 OK 我们说 妈妈开心了 只有身心 身心稳定的妈妈 OK 妈妈是稳住 一个家庭的中心 当妈妈身心稳定了之后 宝宝的身心发展 爸爸 我这边讲的爸爸 无关男性或女性 OK 孩子的父亲 孩子的爸爸 或者是伴侣的 身心的一个平衡发展 才能够孕育出一个 完善的家庭 而在阿玉废图 我们相信 每一个人都是 这个社会健康稳定 跟平和的种子 当你健康稳定平和了 你身边的人 自然就会健康稳定平和 他就会慢慢的扩散出去 最后整个社会 跟国家跟世界 就会健康稳定平和 OK 所以这个是母婴陪伴员的部分 然后最后一个是 瑜伽睡眠宿的导引师 再花 请大家再给我五分钟 三到五分钟的时间 瑜伽睡眠宿在台湾来说 我不确定现在其他 有没有学校 在开这样子的课程 那至少我自己曾经经历过 我完成了两个学校 不同学派的 Swami Rama的那条学派 还有Swami Karpalo的那个学派 也因此我所设计的 这个瑜伽睡眠宿 我导引师 他不是只针对一个学派 目前在坊间 比较大的几个学派 分别是我刚提过那两个 还有Swami 然后还有一个是Irest 这四个不同的 这四个不同的方法 OK 技术 那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我们会从导引师的课程当中 会介绍东方心理学 会介绍西方心理学 接着用东方跟西方心理学的角度 来看常见的一个失衡 常见的心理失衡 现代社会中 常见的心理失衡十种 然后再来就是会去分析 瑜伽睡眠书的导引文 你在这门课当中 你会拿到导引文 所以不会叫你随便乱编 然后再来就是也会告诉你 你要如何做导引 以及你的课程 以及你的之后环境安排 以及学识员 如果发生某些事情的话 你会比较知道该怎么样去做运作 那这一门课很重要的是 你个人的练习 不是只有你导引的练习 还有你瑜伽睡眠书的练习 为什么 瑜伽是哲学 OK 阿易飞陀是科学 瑜伽是哲学 科学的东西有所本 大部分都是大脑思考 OK 哲学的东西 他不能说他没有所本 他也是有很多经验可以去 他有很多经典 引经据典 可是他更重要的是 瑜伽他更重要的东西是直觉力 直觉力就像我刚刚说过的 你怎么知道你今天直觉力当中 接收到东西 是纯粹的主观你的ego 你的妄念 还是真的是来自根源的那个光 的讯息 OK 你要如何去体验他 感受他跟体现他 之后导引你的学员让他也能够体验他跟感受他 最后体现他 这个是至少我的瑜伽教学 跟我的瑜伽练习当中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OK 就像我的老师们 我的瑜伽 这一条路线的老师们 每一个老师都跟我讲过一句话 你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 你永远无法到带着你的学生抵达那个地方 OK 所有你书上看到的文字 在瑜伽练习当中 OK 在瑜伽的学习当中 瑜伽的体现当中 如果你从来没有去经历过那些东西的话 他永远只是死 你永远只是死被他 可是如果你今天经历过他了 OK 知识加上经历 他就会变成是你的 他就会变成是你可以信任的直觉 OK 很多人告诉你说 新轮在这边跟轮在那边 你怎么知道那个真的叫新轮 你怎么知道你感应到的真的是跟轮 为什么人家说 太阳从轮跟一个人的自信有关系 因为书上这样写 所以太阳从轮一定跟自信有关系 是这样子吗 跟自信有关系的还有其他 太阳从轮还有管其他的东西 所以 有家睡眠术导影师的课程当中 我会希望带给大家的是 一方面你培养自己的直觉力 OK 去体验跟体现你所学习到的知识 二方面你要有东西方的知识 你才不会一不小心就走上了玄学的道路 OK 或者是神鬼的道路 好 所以瑜伽睡眠术的前导讲座目前不打算开同步课程 所以你要的话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请你先上线上自修 线上自修的话 就是从我们的自修课程这边点进去 然后之后 明年我们会开 明年的上半年 我看一下是什么时候 明年的五月 会开瑜伽睡眠术导影师的线上同步课程 刚刚大家听到的每一门课程 都不是你来上课就可以领到证书咯 每一门课程你都要写作业 还要跟我面试 那我们的写作业不是考试 因为考试你只会死背 OK 如果你要让大家不要死背 我们的作业都是深论体 比方说 比方啦 像我们的体疗师的基础理论 其中一个就是 请跟你的客人介绍某一种阿易飞陀的疗程 所以在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我甚至还有就是帮大家练习情境剧 打电话去问你说 某某某 我看到你的网站上面有一个的的的的的的的疗程 它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帮大家做这样子的 为什么我们的作业会做这样子的练习 是因为 首先我要先确保你 不会因为不会写就随便乱写 OK 我在坊间看到过一些中文的 不管是台湾还是哪里的 关于一些阿易飞陀体疗的服务的介绍 很多我都会很好奇 他的老师是这样教他的吗 又或者是他到底是从哪里看到这些资讯 因为古书上面就不是这样写 那既然古书上不是这样写 那他又是从何的生来一笔 会想到要写这些东西 OK 一方面是希望大家写的东西都是 至少不会让专业的人看到觉得你很奇怪 OK 然后再来就是帮大家做熟悉 就像我刚刚说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做奇怪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做 OK 那我刚刚有提过 瑜伽是直觉性的东西 他是哲学 OK 阿易飞陀是科学 OK 科学的话 他是要 他是能够有所本 他是能够解释的 不是呼隆可以过去的 所以至少我要知道 你有没有办法 透过言谈之间 用你自己的话来做介绍 所以我们每一门课程的 每一门课程的作业 基本上都是让我了解到 你如何去做运用 OK 当你会运用 我就知道OK 没有问题 证书可以发给你 OK 好 所以这些是我们明年上半年的 一系列课程的介绍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去做更详细的介绍 更详细的一些课程内容的 纲目的一个了解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结束 我知道漏漏等很长 也很感谢大家 花了时间来做了解 那如果说你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大家 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 那我这边会帮你做 相关的解答跟介绍 OK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结束 感谢大家 Namaste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